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懶貓 崩壞星穹鐵道在今天7月8號 終於迎來了1.2版本的前瞻 大家心心念念了這麼久 終於來了 這一次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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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媽 我們的壞女人卡夫卡 終於來了 並且這一次還有帶著一個新的主線 那究竟呢這一次新的前瞻有哪些東西呢 就讓我們來看一看 首先前瞻公布了這一次的新的五星 任 壞在這一次的上半池登場 他是毀滅命途風屬性的角色 身為星河獵手的成員 犧牲豐潤的劍客 人名不祥 特點是他可以消耗自己的生命 去提高自己的傷害 首先我們講到他的戰績 地獄變是消耗自身的生命值 獲得強化普通攻擊的無間劍術 讓自己的單體傷害呢變成擴散傷害 就有點類似我們物理的主角這樣的概念 那如果他的這個生命值不足的話 他則會變成剩下一滴血 就是他至少自己會活著 再來呢是他的天賦 是這個恩賜哦 刃的生命值降低的時候才獲得充能 當充能疊加到上限的時候 他會立刻對敵方的全體造成一個追加傷害 並且回復自己的生命值 這個是他的回復的這個手段 再來呢是他的終結劑 他叫大屁萬死哦 那當前的生命值會有一半被轉化掉 對敵方單體造成風屬性的傷害 對相鄰的目標造成風屬性的傷害 那本場戰鬥中刃損失的血越多 終結劑的傷害呢就越高 再來是他的秘技 秘技是消耗自身的秘值去攻擊敵人 那進入戰鬥以後 會對敵方全體造成風屬性的傷害 這是這一次的刃 沒意外的話 刃應該會在7月19到8月9號的這一段時間出 那陪跑的四星呢會是阿蘭 樹桑跟納塔莎 也會跟著新的五星光追 也就是到不了的彼岸一起登場 再來第二隻是我們清心念念的 卡夫卡勒 虛無命途雷屬性 這個女人是我媽 星河獵手的成員 她總是瀟灑從容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位女人啊 特點呢是她可以額外觸發 敵人身上的持續傷害 她戰技可以造成雷屬性的擴散傷害 若敵人主目標處於持續傷害 則會立刻額外產生一次持續傷害 並且不會消耗掉原本的持續傷害 額外多打一下 該疼的還是得疼 天賦叫做溫柔一同殘酷 當隊友對敵方目標發動普通攻擊 卡夫卡會追加攻擊 並且有機率施加觸電的狀態 那終結技是悲劇盡頭的戰陰 她會對敵方全體造成雷屬性傷害 並且有機率對目標施加觸電的狀態 如果敵方已經處於觸電狀態的話 則會額外產生一次觸電狀態 再來呢是秘技 是她可以攻擊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進入戰鬥後呢 會對敵方全體造成雷屬性的傷害 那這一次她的卡池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在8月9號到8月29號的這段時間出 這一次陪跑的四星 會有新的四星 盧卡以及桑柏 還有西路瓦 可以說卡不卡池啊 是給滿了所有跟持續傷害有關的角色 光追的部分 是新的光追叫做只需等待 非常香的一個光追 也會同此一起出 四星盧卡的部分 是虛無命途物理屬性 那她是一個不居小捷的地火格鬥家 特點呢是多次攻擊以後 能夠施放這個強化的武功 戰績是獵傷拳 對敵方單體造成物理的傷害 那有機率使目標敵人 產生一個獵傷的狀態 的持續傷害 天賦是火花事件 可以利用多種的戰鬥方式獲得鬥志 鬥志達到一定層數的時候呢 獲得強化普攻 直衝碎天拳 可以造成四次的傷害 如果敵方目標處於裂傷狀態的話 那強化普攻 會額外產生一次傷害 衝結器是造成傷害 並且獲得鬥志 有一定的機率 使目標在一定回合內 受到的傷害提高 秘技是搶先者 進入戰鬥後 會對敵人隨機單體造成物理傷害 並且可以獲得鬥志 這是這一次新的角色 總共有三隻 分別是刃 卡夫卡 以及盧卡 那講完新的角色以後 我們當然就要講一些 新的內容 跟新的活動了 首先呢 1.2版本 終於有新的主線了 全新的主線 雲樹百丈 必重樓 終於開放了 這一次新的主線 他說呢 將星河帶入仙舟 並啟動的是另有其人 這其中有內憂 也有外患 但完全沒有公佈這一次的主線的內容 這一次也會有新的場景 伴隨著主線 新的地圖是有 羅浮裡面的丹頂絲 跟林冤淨 兩個新的地圖 那除地的人 又開心了 都會有新的全新的解謎 全新的敵人 還有新的boss 還有新的周本 首先第一次看到的敵人是 蒼圓長幼 是有點類似星星的敵人 還有以仙道 重塑 真體的沉入天人 還有彥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彥卿 在敵人那一邊 可能是平常在常助角這邊呢 覺得自己的待遇實在是不夠好 終於跟我們主角團打了起來 再來呢 那就是有全新三階段的周王 是仙周的大boss 他叫做不死 神石 幻龍 那他同時具有毀滅跟豐饒的力量 第一階段會召喚豐饒的旋簾 會減少開動者們的戰績點 如果我們打敗神簾的話 會恢復 三點的戰績點 那可能消滅這個神簾就是第一階段的關鍵 第二階段他會使用毀滅的力量 他會召喚破滅旋簾 花沒有開之前 是沒有辦法打破他的韌性的 花一開以後呢 是想辦法打破他的韌性 如果能夠打掉他的話 你才能夠把Boss的韌性條可以打掉 那他存在的時候 我方生命值上限會減少 第三階段的話沒有講 賽亞人階段沒有講 那全新周本的部分 會掉落卡夫卡 韌以及盧卡所需的素材 所以如果想要練韌 卡夫卡或盧卡的話 可以考慮把周本的次數 留給新的周王 再來也會有新的 凝制虛義天人之行 會掉落韌所需的材料 那卡夫卡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消息 所以有可能是舊的材料 再來就是有新的模擬宇宙 第七世界終於來了 一樣能夠拿到黑塔 那第七世界裡面 多了兩個新的儀器 分別是繁星競技場 那兩件套的部分 會讓裝備者的暴擊率提升 當暴擊率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普攻跟戰技的傷害 都會有所提升 所以可能對希兒來說 是個不錯的儀器 那另外一個儀器呢 則是折斷的龍骨 它會使裝備者的效果抗性上升 並且當裝備者的效果抗性大於 一定值的時候我方全體爆傷 會提升 應該算是所有的補師啊補助 都能夠使用的兩件套儀器了 那全新的四件套儀器也出來了 分別是保命長存的使者 它的兩件套的效果是生命上限提高 四件套的效果是受到攻擊 或被我方目標消耗生命值以後 暴擊率會提升 持續一定的回合 那該效果可以被疊加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認得專屬儀器啦 另外同一個儀器本會掉的儀器叫做 駭域漫游的信使 兩件套的效果是速度提升 那四件套的效果是 當裝備者對我方目標施放終結技 我方全體的速度會提升 持續一定回合 並且這個效果無法被疊加 應該是給同學之類的這些 輔助用的一個儀器喔 那注意它是無法疊加喔 再來是全新的活動 平書奇譚 心眼先生會給我們主角劇本 好我們要拿著這個劇本呢 到曾經戰鬥過的地方 故地重遊進行戰鬥啦 那模板會有一些不同的戰鬥BUFF 供玩家使用 可以拿到星窮等等的這些素材 再來呢是地城探寶 這一個是消耗特殊的活動體力 可以在遺跡中探索 戰鬥 尋找寶箱 除了常規的星窮素材 製作成質以外呢 還可以獲得活動限定的 聊天對話框 兔子在哪裡 那不管是跟NPC 還是好友聊天的時候呢 都可以使用 再來呢是新的活動 神奇鋪滿在哪裡 使用活動的感應器 可以找到寶箱跟鋪滿的小活動 可以獲得星窮跟各類型的經驗 再來呢是新的望雀之亭開放了 只要通過這個望雀之亭先週回憶 其一的話 就能夠獲得四星角色育空 不確定這個是不是 把普通的回憶重置掉 還是全新的普通回憶 這可能要等上線後再去確認 如果是普通的回憶全部重置的話 那對大家來說這個星窮 又能夠再多拿很多很多 再來呢還有全新的同行任務 分別是育空的同行任務 以及卡夫卡的同行任務 最後最後呢就是任來了以後 要給各位登錄 10連抽 七天登錄累計拿10連 緣又 啊不說啦 好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1.2前瞻 所帶來的全新消息啦 可以說是把所有的內容都可以 重縮在1.2版本 這個1.1呢 我真的是再也一秒都待不下去了好不好 目前也看得出來 不管是1.0 1.2還是1.1版本呢 其實都有給這個七天登錄累計 送10連的這個星鬼專票 鐵道真的在送福利這一塊 給的非常的阿沙里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1.2前瞻 整理起來的懶人包 希望能夠幫到各位 那最後再跟各位講一下 鐵道的攻略影片 是由我跟我的攻略主衛殼一起製作 由他負責進行主傳 那如果有鐵道深度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來問我跟衛殼 學區林跟原人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看我的頻道 那衛殼的相關資料 我都會放在簡介欄這邊 我是藍貓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美美講 今天吃了什麼 吃了可愛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吃了 明天再努力 蛤那 BOSS是誰 BOSS現代 欸 BOSS天才 Ari związ Ari BOSS 這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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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